男孩每天都在想着怎么打掉班里的笑话 只因他是个思想扭曲的变态 他想看到女孩死后独有的痛苦表情 随后永远地将他占为己有 然而山田只是简单地看了他一眼 男主差点就害羞地爆炸 等他紧张地再看过去 女孩居然摆出了一副谢狐狸的表情 看到这男主瞬间绷不住了 这简直就是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于是中午休息的时候 男主迫不及待地离开教室 准备去图书馆制定他的杀人计划 可当他打开大门他就懵了 万万没想到山田也在这里 嘴里还大口吃着饭团 男主见状只好装作什么都没看到 加快步伐向图书馆里面走去 虽然没听懂山田说了什么 但他觉得这一定是 打掉山田的大好机会 不过想虽这么想 但看到呆萌可爱的女孩 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想着先观察一下情况再说 然而下一秒山田就拿出一大包薯片 毫不犹豫地打开吃了起来 话说这家伙不是才吃过一个饭团吗 他没想到如此可爱的女孩竟这么能吃 就在男主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的时候 平时不苟言笑的山田居然边吃边哼起了歌曲 而且动作越看越像大猩猩 眼前这一幕直接打破了他对笑话的幻想 为了让自己冷静 他拿起人体解剖图看了起来 可没过多久身后就没了动静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探出脑袋暗中观察 结果发现山田正在准备社会课的作业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女孩没打草稿就在纸上动起了笔 果不其然地写到最后没了位置 接着山田准备裁剪图片 可他发现自己没带美工刀 男主见状立马躲了回去 虽然他的兜里刚好有一把 但这可是他的扎人工具 要是直接借给山田的话 搞不好会被女孩当成变态 不过就在这时 从他背后传来了丝报纸的声音 探头一看原来山田已经动起了手 看到这里 男主不自觉地来到女孩面前 将手里的美工刀拿了出来 听到山田的感谢 男主羞的满脸通红躲到书架后面 他没想到笑话非但没嫌弃自己 反而一脸开心地用着自己的美工刀 正当男主看得入神的时候 上课的铃声突然响起 不等男主要回自己的作案工具 山田就将他收尽自己的笔盒带走了 就在他准备追上去的时候 女孩的闺蜜拦住了他的去路 他埋怨山田又独自一人躲起来吃零食 但他非但不承认 反而看到身后的男主后 一路小跑到他面前把薯片递给了他 男主还以为山田是要送给自己吃 结果下一秒 很快来到第二天 想着自己的达人工具还在山田手里 男主整个人都魂不守舍 然而来到教室后 他却发现美工刀已经在他桌上 感受着刀身上残留的体温 他妄想起了女孩上学时的场景 不过话又说回来 他没想到山田竟然记得自己做的位置 上课时 各个小组准备发表 昨天老师布置的社会课作业 可当男主起身 却发现山田那边出了问题 橘毛直言山田做的作品实在太难看 所以直接淘汰重写了一份 听到这男主直接气坏了 他严重怀疑橘毛是极度山田的优秀 故意这么做的 看着山田在讲台上一脸难过的表情 男主气得咬紧牙关 恨不得现在就上台 打了对面的橘毛 于是等男主上台做报告的时候 他心不在焉地一直观察着山田 随后发现女孩正坐在位置上 偷偷哭泣 他没想到山田的内心会如此脆弱 不过就在这时窗外飞来一架直升机 班里所有同学都将目光移向了山田 为了不让女孩出丑 男主拿出美工刀 划破了黑板上的报告 男生看着笑话与女同学贴贴的模样 围在一起讨论着色色的事情 听着身后同学们对山田的歪歪 男主恨不得现在就嘎了他们 此时寸头却说自己不喜欢太漂亮的女孩 他反而更喜欢肉嘟嘟的小圆同学 之后男主来到图书馆 却发现山田又躲在这里偷吃东西 但他没想到小圆也来到了这里 本以为他是来借书的 询问后才得知是被人叫来的 紧接着寸头就来到图书馆 知道实情的男主瞬间明白这是要告白的节奏 可还没明白过来的山田却在一旁当起了电灯泡 聊起了小圆其实在减肥这件事 文言寸头立马表示自己就喜欢肉肉的女孩 所以就算再胖一点也没关系 看着两人暧昧的表情 山田终于意识到自己在一旁非常碍事 也就在这时 后面偷听的男主不小心将书碰到了地上 趁这机会山田立马表示这可能是猫发出的动静 随后使劲咳嗽示意男主发出猫叫 这么假的猫叫山田是没想到的 为了脱身 他和两人说了声去看看后 静止来到男主面前 就这样男主与山田一唱一鹤糊弄了过去 放学后 男主经过书店时 想起了山田会在平时去当模特 出于好奇 他穿着一身不良人的衣服来到书店寻找那本杂志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山田也来到了这里 而且也和他一样乔装打扮了一番 趁着女孩没认出自己 男主赶忙躲到书架后面 只见山田徘徊在两名女孩的身边 故意刷着自己的存在感 不出意外的山田将两名女孩都吓跑了 但他没有灰心 将自己的杂志覆盖掉隔壁杂志后 信心满满地等着其他读者来问他要签名 然而下一秒 走过来的店员又将他的杂志放到了原位 山田见状只好一脸失落地离开书店 之后男主将那本杂志买回了家 看着里面漂亮可爱的女孩 他总觉得与他认识的山田大不相同 感到无聊便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但躺在床上又觉得有点浪费 于是又将杂志捡起 打算打枪的时候当消音器使用 第二天上学时 低脸甚虚的男主在路上遇到了山田 可看到一旁的黄毛后 他误以为山田有了男朋友 不甘心的他来到两人身后偷听 靠近后才得知对方只是在搭讪 刚想松口气 却看到黄毛强硬地抓住了山田的手臂 男主见状再也忍不住了 虽然帮山田解了威 但他也成功牺牲了自己的单车 之后闺蜜将他看到的告诉了山田 当你目不转睛盯着女孩的欧派看时 一旁突然冒出一个可爱的女鬼 是种什么体验 这天男主又在书架后面偷看山田吃东西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山田直接掏出了一包佼佼汤 要知道这可是儿童零食 而且还在学校 他就不怕被同学看到射死当场吗 也就在这时山田突然站起 原来没带水的他需要跑到外面去接脸回来 不过一脸呆萌的山田 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 每次回来时都会将水洒的到处都是 为了防止图书馆的图书受潮发霉 男主只好卑微地跪在地上擦掉积水 却不料正好撞到了接完水回来的山田 看着从群底不断流下的剩水 男主还以为山田尿失禁了 场面一下变得干大起来 看着墙上的时钟 山田又赶忙跑去打水 男主看后不禁吐槽用杯子接水不就行了吗 不过杯子都在家政教室 现在离上课还有两分半 跑过去拿的话应该还来得及 于是男主一口气冲到家政教室 拿到杯子后准备给他接水 结果下来后才发现山田已经吃上了 这时山田也发现了拿着杯子的男主 为了掩饰尴尬 他只好装作自己要喝水来到女孩身边 因为天气炎热 汗水浸湿了山田的衬衫 班上的男同学聚在一起歪歪着此事 身后的黄毛还扬言要走过去近距离观察 这种事情男主又怎么能忍 于是故意将美工刀弄掉在地上 黄毛健壮好心地将美工刀捡起环 之后男主又在图书馆碰到了 在吃零食的山田 看着男主手里的折扇 山田借到手里扇风 结果他闻到了扇子上 有股好闻的味道 而男主坚信没有便叫其过来闻一下 也就在这时闺蜜蒙子突然打来电话 当得知他要来图书馆找自己是 山田赶忙钻到桌子底下 并让男主坐在他的位置上帮他打咬 感受着山田身上传来的体温 男主夸压不住了 没过一会 蒙子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 看到桌子上的零食 他便知道山田一定躲了起来 于是假装不知道来到男主面前与他聊天 经过交谈 男主这才知道蒙子居然对零食过敏 所以为了体谅蒙子 山田这才每次都到图书馆来吃零食 接着蒙子夸山田不仅漂亮个性超好 而且既懂时尚还有才华 在他当模特的时候真的是酷饼 听到这样的夸赞 山田忍不住从桌底钻了出来 这天学校举办校园祭 男主的班级打算搞一个鬼屋 由于男主的字写得很漂亮 他便和小园同学一起给墙上的壁纸写字 然而来到小园对面后 男主就被他的世界杯给迷住了 眼睛不由自主地向前靠近 不过就在这时 壁纸很快完成 然而看到墓碑上的山田之墓 山田整个人都呆住了 黄毛上前质问这是怎么回事 男主本想说是小园同学写的 但为了女同学之间的和谐相处 他选择背下这口黑锅 也就在这时小园回来了 得知情况后 他向大家解释那是他写的 而原因是他写的都是些常见的姓氏 解开误会后 男主涂掉了原本的姓氏 并在所有墓碑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一切都做完后 男主来到水池清洗工具 这时山田突然来到男主身边 他打算在脸上涂点红色的颜料 这样他在半鬼的时候或许会更吓人 于是他毫无防备地撩起头发 将脸凑到了男主面前 拿出手机想拍下地图 但会一错的山田一把抢过手机 这天男主在教室构思着一本龙奥天小说 然而看着窗边可爱的山田 男主越想越上头 惊虫上脑的他被送到了保健室 经过医生的检查 男主并没有发烧 并嘱咐他休息两分半就没事了 可男主却在一旁看到了山田的鞋子 这让他的脑子又疼了起来 医生健壮让男主躺在床上好好休息 可离开时却不小心拉开了一旁的床帘 看着趴在床上睡觉的山田 只是多看一眼 男主就觉得脑子快要爆炸 听到一旁的动静 山田也缓缓醒来 当得知男主是因为头疼才来的保健室 他便将手伸进了裤子的口袋 从里面掏出了一大把糖果 随后找出了他吃了一半的止痛药 原来山田是因为痛经的缘故来保健室的 就这样男主拿着山田给的止痛药来到水池边 看着杯子上还残留的水滴 这让他瞬间联想到了山田用这个杯子服药的场景 要是自己也用了这个杯子 那就意味着他和山田来了次见机接吻 可正当他准备喝的时候 吃完药的男主躺回了床上 这时他看到了山田落在一旁的校服 观望四周没人后 控制不住欲望的他想对校服做些变态的事情 也就在这时医生走了进来 看到山田落下的外套 医生想都没想将外套扔给男主 拜托他回去的时候还给山田 闻着外套上的酸味 男主没想到女孩子的校服竟也有汗臭味 在他的想象中 女生的衣服应该是洗发精的味道才对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 因为不知何时 他脑子里的惊虫不知不觉就转移到了下半身 课间 男同学又聚在一起讨论着稍儿不移的话题 几人甚至还玩起了剪刀石头布 输掉的人就要当着女生的面问 他是否会自我安慰 然而看着女生们杀人的表情 黄毛瞬间被吓破了膽 转而询问女生是否可以给他看一下指甲 并表示他可以通过指甲看出大家的身体状况 接着黄毛来到男主面前 请求男主将他手中的纸条拿给山田 由于刚才的事情 男主以为纸条里一定是什么色色的东西 于是将纸条掉包成了他给山田画的素描 山田看后小脸瞬间通红 而男主打开黄毛给他的纸条后 他这才发现竟是黄毛想问山田要联系方式 来到图书馆 男主又碰到了上完厕所回来的山田 回到座位的山田 发现盖子里的糖果好像少了一颗 怀疑是男主偷了他的糖果 于是他静止来到男主面前 第二天上体育课时 发呆的山田被练习了两年半的篮球砸到了鼻子 只因这一砸 山田的鼻子就像爆炸了一样 大量的鼻血流了一路 男主不放心偷偷跟着来到保健室 躲在床底的他意外看到了那天送给山田的简笔画 这让他回忆起了他与山田的点点滴滴 自从山田的鼻子被篮球砸伤后 他每天都只能顶着个绷带来上学 想到自己的鼻子可能会歪一辈子 山田就非常的害怕 心里难过的他来到楼梯口悄悄的哭泣 这一幕刚好被路过的男主发现 盼着山田手里用完的纸巾 男主从口袋里掏出抽纸沉思了两秒半 随后立马来到图书馆 将抽纸放到了山田常坐的位置 不过光是这样有点像忘记带走的感觉 为了让山田用的安心 男主特地在上面写上了请自由取用的提示 然而这样看起来又好像陷阱 实在没办法 他只好将每个座位都放了一包 看着眼前奇怪的场景 山田似乎明白了什么 第二天上学的路上 男主回想着昨天在保健室的场景 那句喜欢山田 现在想来应该是不讨厌的意思 而并不是想跟他交往的感觉 恋爱什么的只不过是脑子里错误的讯息 在男主看来这就是一种心病 有许多人都因为这种病毁的人生 所以他绝不会犯下这种错误 来到图书馆 男主又看到山田跑来这里偷吃零食 只不过这回的零食是要和牛奶混着吃的 然而看到山田要把零食直接倒入牛奶盒时 有强迫症的男主立马闪现到了他的面前 想让山田用碗来搅拌着吃 可山田却没有带碗 没办法两人只好来到家政教室 但好巧不巧的是家政教室没开门 转而两人又来到化学教室 在男主的一阵倒鼓下 他将牛奶和零食在烧杯中混合后给了山田 而山田将其搅拌好后 想都没想抓住了男主的手 随后放到烧杯里 沾了一点给男主品尝 放学后 男主又在便利店门口 遇到了买完零食的山田 看到男主新买的自行车 山田想让他载自己一程 闻言男主害羞的要死 支支吾吾的询问要去哪里 这时山田拿出了可以两人一起吃的冰棍 男主本以为可以分到一半 歪歪着和女孩一起吃冰棍的场景 结果回过神来 他只拿到了一个盖子 路上 山田和男主聊起了社团的事情 由于鼻子受伤的缘故 他准备要退出篮球社了 但学校又有规定 必须要加入某个社团 所以他决定在两天半后 加入男主所在的社团 听此男主害羞地红到了耳根 趁着等绿灯的期间 他停下来深呼吸 缓解紧张的心情 可回过神来 他才发现两人在派出所的门口 要知道自行车载人是违法行为 男主很害怕此事 被查影响山田的模特生涯 于是他正打算请山田下车 也就在这时 山田问男主喜欢什么口味的冰棍 男主想都没想说了喜欢咖啡口味 绿灯亮起 男主也没在管自行车能否载人 用尽吃奶的力气 送山田到达了目的地 作为感谢 山田大方地将另一半冰棍给了男主 而接过冰棍的男主 也学着山田的做法 将冰棍上掰下的盖子给了他 这天男主和姐姐来到快餐店吃饭 看着坐在对面呆萌的姐姐 男主想着要是被同学们看到 自己不就射死当场了吗 然而下一秒 山田和他的闺蜜就从一旁走过 三人坐下后 讨论起了今天没被搭讪的事情 山田却表示自己虽然有被人搭讪过 结果仔细一看却是自己的亲戚 正当男主认真地听着几人的谈话时 姐姐突然说男主 只是女孩子的套餐会饿的 说着便将自己的薯条给了弟弟 两人的对话被身后的山田听得一清二楚 实在受不了的男主赶忙起身要去赶买点回来 山田见状也悄悄跟了过去 山田询问男主和他做一起的人是不是他的姐姐 表示姐姐很可爱想和他当朋友 可男主却说姐姐像是爱照顾人的大婶 所以非常烦人 闻言山田就更想和姐姐交朋友了 因为他是独生女 他非常羡慕男主有个爱照顾人的姐姐 接着山田来到菜单前 假装思考的想点个冰淇淋 结果一摸口袋发现钱包没带过来 直男的男主想都没想问他不是来点餐的吗 山田只好害羞地表示自己是来上厕所的 反应过来的男主特地点了份冰淇淋 来到二楼想将他送给山田 第二天来到学校 偷吃东西的山田被班主任发现 不放心的男主跟随他一同来到办公室 老师上来就质问山田为什么要带零食来学校 山田却装傻说不知道 而男主为了帮山田 他开始和老师诡辩 表示山田从未说过他有带零食来学校 当时老师要找的是将零食包装丢进垃圾桶的犯人 可没有证据怎么能断定就是山田扔的 所以综上所诉山田没带零食来学校 听此老师被男主说得哑口无言 就这样山田成功逃过一劫 为了感谢男主 山田掏出糖果和橡皮屑柔成的团让男主选择 这是我看过最独特的告白方式 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意 女孩竟借着零食的话题 大声地对男主喊道 这天放学十天空下起了大雨 男主刚穿上雨衣准备回家的时候 山田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看着男主宽大的雨衣 山田表示想去便利店买把伞 能不能把雨衣借给自己 闻言男主想帮山田去买 可山田却说不想麻烦男主 就这样他穿上了男主的雨衣 感受着雨衣上残留的体温 山田忘带书包就走出了校门 还好细心的男主发现了一旁的书包 一想到钱包肯定还在书包里面 男主冒着大雨就追了上去 看着护着自己书包的男主 山田微微一笑 伸出手臂为男主挡影 随后表示钱包就在书包的最上面 想请男主帮自己拿出来放他的口袋 然而当男主的手伸进书包后 却从里面拿出了一把没用过的雨伞 山田见状背下的小脸通红 赶忙解释那把伞是坏掉的 听此男主也没说话 将伞放进书包后找出了钱包 正当他想将钱包放入雨衣的口袋时 山田却说这样会失掉的 随后一脸害羞地让男主将他 放进里面衣服的口袋 看着手里的雨伞 男主好奇地将它打开 结果发现雨伞根本没有坏掉 可迟钝的男主没往感情这方面想 反而是觉得山田不想承认自己的失误 随便找得也是尴尬的借口 等山田买完伞回来 手里还多了一大袋零食 这时山田一边吃着冰棍 一边让男主猜猜自己喜不喜欢吃过何味的巧克力 这天学校组织的男主 同学们去外面完成职业参观 但由于需要六人拼成一组 大家都聚在一起谈论着分组的问题 以男主为一组的四人 刚好看到山田那组还差两人 于是四人原地解散 来到女生面前请求让他们加入 可没组只能六人 女生们打算用投票的方式选出两人 最后在他们的商量下 寸头被选为了第一个信任 殊不知寸头并不想加入山田一组 他更想加入身后小圆的一组 看着寸头尴尬的表情 山田这才想起寸头喜欢小圆同学 于是赶忙来到他身边 暗示男主帮他一把 实在没办法 男主只好找了个成绩需要匹配的理由 暗示寸头去那边的学霸组 然而这句话却冒犯了在场的四人 他们的眼神差点就杀了男主 不过黄毛和小胖的成绩似乎都比男主差 两人正打算加入山田一组 意识到不妙的男主赶忙表示 自己的化学只考了两分半 就这样男主成功加入了山田的小组 事后山田凑到男主耳边 来到职业参观这天 六人来到一家连锁书店 同样也喜欢山田的黄毛 一直凑在山田身边寻找话题 可由于思想太过肮脏 遭到了山田的嫌弃 这时编辑拿来了漫画的实体原稿 感兴趣的三人立马就跟了过去 男主本不想凑热闹 然而听到是任牙的实体原稿后 他兴奋地张大了嘴巴 山田见男主如此感兴趣的模样 二话不说拉着他的手来到原稿面前 参观完后几人乘坐电梯回校 但由于太过拥挤 山田一把将男主壁东在了墙上 看着眼前的福利画面 男主只好闭上了双眼 然而封印视觉后 其他的感官却变得异常的敏感 山田身上的香味加上他轻柔的呼吸 男主真的快压不住了 好在电梯很快到了一楼 不过看着男主发呆的山田 却还保持着壁东的姿势 从书店出来后 得知男主兴趣的山田 主动和男主聊起了漫画的话题 而男主也变得话多起来 说起了自己喜欢的漫画 见男主如此感兴趣 山田表示他买过一套少女漫画 想带天见男主看看 闻言不知趣的闺蜜笑出了声 毕竟男生怎么会去看 心动爽朗的少女漫画 男主听后也只好敷衍地笑了笑 随后找了个借口来到厕所 发现心中的不快 等男主出来后 他发现只有山田一人在走自己 经过男主的提醒 山田这才意识到 其他人可能先走了 跑到车站 两人刚好错过了这一班的电车 为此山田非常抱歉 尽管男主安慰他没有关系 下一班的电车很快就会到了 但山田依旧自责的眼角流出了泪水 在男主想来 山田一定觉得和自己独处很丢脸 所以搞不好就是自己弄哭了他 为了安慰山田 男主想到今天过来的时候 山田说过自己想喝奶茶 于是自掏腰包买了瓶送到山田面前 接过奶茶的那一刻 山田瞪大了眼睛 小脸羞红的他 没想到男主还记得过来 使他随口说的话 便车上 两人相对而立 随着车上的乘客不断增多 男主刚想朝车厢里面走去 也就在这时 山田一把抱住他的书包 表示这样就不会走散了 随后山田和男主聊起了 班里某些同学在交往的话题 但比起公开的恋情 那两人 秘密にしていた方が 楽しいと思うな 眨眼来到第二天 上学的路上 男主满脑子都是山田可爱的画面 他知道自己已经喜欢上了女主 但自卑的他认为自己根本配不上山田 在他看来 山田一定看不起自己这个阴沉男 来到学校门口 男主看到山田直愣愣的在那里 似乎在等着谁 想着反正等的肯定不是自己 于是正打算低头走进校门的时候 山田一把拉住了他的单车 原来山田带来了 昨天答应借给男主的少女漫画 男主没想到那时 山田说的话都是认真的 而之所以是现在拿点男主 是因为他今天有事要早退 没法在图书馆碰面 不过迟钝的男主 还没发现山田的小心思 看着跟在他身后的山田 反问山田不是在校门口等人吗 这没来由的一句把山田准尴尬了 他只好说了声再见 不舍地朝反方向走去 傍晚 男主坐在山田常坐的位置 看起了小说 这时山田突然走了进来 看到男主坐着 他十分惊讶 因为之前男主明明说过 他习惯站着看书 不过这都不是重点 男主询问山田 今天不是要早退吗 山田却表示自己 只是顺便过来看一下 在看到手里的书 不是他借给男主的漫画后 山田吃醋的想夺过书 让男主看他给的漫画 然而男主手上的是一本猎奇小说 不想让山田看到的男主 不小心用力过度 结果山田一个没站稳带球 撞到了男主脸上 事后两人互相道歉 小脸羞红的山田 表示自己差不多该走了 男主回到家里 心不在焉地看着少女漫画 他很想知道山田 当时是怎么看这个漫画的 是侧躺着 还是趴着 或是仰躺着 看着书里掉下的临时碎血 男主瞬间联想到了当时的画面 第二天来到学校 山田又主动找男主搭话 这一幕刚好被路过的黄毛看到 于是劝着客间 他来到男主身边 质问男主为什么可以 一脸轻松地跟山田聊天 男主本以为会受到黄毛的霸凌 结果下一秒 黄毛聊起了山田 有没有男朋友的话题 表示既然男主与山田的交情那么好 这方面的事情 应该会知道点什么 因为他喜欢山田 所以想八卦一下 见男主不说话 黄毛表示还是算了 警告男主别把他刚刚说的那些讲出去 答应黄毛一定守口如瓶后 男主反问黄毛为什么喜欢山田 虽然这种事讲出来很丢脸 但黄毛还是向男主坦白 原来他发现自己没法拿山田 当作释放压力的对象 毕竟常有人说 无法拿真正喜欢的人来释放压力 文言男主有些惊讶 因为他昨天还对着山田的照片 释放压力来着 一想到这里 男主怀疑自己不是真正的喜欢山田 而是在用有色的眼光看山田 接着男主询问黄毛 喜欢山田的什么地方 这下黄毛来得兴趣 表示山田的欧派虽然很不错 但最棒的还得是他那肉肉的大腿 听黄毛这样描述山田 男主心里很是不爽 只好一脸不悦地向教室走去 然而回到座位后 男主发现山田 静坐在他桌子上和闺蜜聊天 放学后 来到图书馆的两人 看到了告示栏上贴上了 禁止饮食的海报 直到昨天为止 这里还没有这样的告示 山田觉得有些奇怪 他害怕自己在这里吃东西的 是被人知道的 为了搞清楚状况 他和男主来到办公室询问此事 结果老师拿出了山田吃剩下的糖纸 虽然不知道是山田吃的 但要是放任不管只会越来越多 所以老师这才贴出了告示 山田听后仗红了脸 冷汗直流的他一时忘了怎么说话 好在老师没察觉山田的异常 本以为山田会稍微收敛一下 结果回到图书馆的他又拿出了零食 不过正当他打算吃的时候 男主看到了书架后面的老师 在这危机时刻 男主毫不犹豫地起身用书盖住零食 回过神来的山田 这才发现手里的巧克力已经融化 他让男主转过身去 随后 这个男人会因为喜欢当花 撕下去搜他的照片 也会因为键盘侠的恶评纷纷不明 男主意外发现山田参加了综艺节目 可时间正好就是今天 等他匆忙打开电视节目已经结束 每周火曜十九時から 看不见的话消失吧 他虽然喜欢山田 却没有想做山田男朋友交往的想法 为了山田的未来 他也不想和山田的关系发生改变 因为山田让他觉得 孝庆和职业参观这种烂活动还不错 唯独长跑让他讨厌至极 此刻山田正在身后 身为男人他不想被山田超越 见男主加速 山田也跟着加速 并抓住男主的衣服让他平下 但他不想在别人面前和山田说话 两人再次拉开距离以后 山田突然脱掉外衣 让男主被动减速 他发现山田的短袖穿法 于是山田边跑步边调整方向 春光乍蟹让男主再次进入减速状态 山田注意到他的糟糕表情 也停在了原地等他 山田心情愉悦 因为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 男主的右眼 男主还羞用手遮住右眼 两人打情骂俏地偏离了跑道 最终成为了常跑的吊车伍 山田坐在地上 突然伸手让男主拉他 男主内心舒爽 这手至少一周不能沾水 他还偷偷上网查女生 这种行为是什么意思 可以想到山田的性格 他猜测大概率没别的形式 随后男主又发现 和山田的外套拿错 男主慌了 担心山田要是不小心 穿上他的外套被人看了 他只能想办法先撑到午休 不料山田此刻就把外套穿上了 虽然流汗之后有点冷 但男主还是忍住 毕竟知道拿错了还穿的话 是变态行为 老是点小色P上台答题 男主知道不行 以小色P的为人 一定会看山田的胸口 于是他自告奋勇上台解题 还不停给山田实演色提醒 但山田却没有理解他的意思 接下来的吃饭时间 才是真正的地狱 山田撑着懒腰声 怕别人发现不了 吃饭完之后 山田把男主喊到保健室 这才把衣服换回来 换下之后 山田还不忘再闻一下 他好奇男主难道不会冷了 殊不知男主此刻暖得很 他也好奇山田 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还是说他其实早就知道 故意不说 随后男主看到衣服上的范围 山田害羞一样身高转移注意 但因为太紧 山田按不动指针 如此近距离 让男主面红耳势 山田想用手帮男主测量 可刚摸到男主的头皮 他就双腿发暖 接下来换男主帮他测量 男主必须踩凳子才能做到 男主按动指针以后 山田想重新帮他再量一次 这个男主可太会撩了 女孩因为身材高大 让他看不清黑板 他却只用一句话 让女孩脸红心条 男主听说山田要参演电影 本以为是类似 毕导演的竹梦演艺权 不料却是明导拍摄的大制作 他清楚这对山田来说 是成为知名演员的重要一步 可是山田看起来似乎不太开心 他脑补是即将走红的山田 和周围渔民之间的差距 让他感到了一丝寂寞 今天班上座位重新调整 男主只能祈求神明 让他和山田做一起 神明出力了又没完全出力 山田还是和他相差一个位置 小色P成为了那个幸运的人 而他身边坐的是袁同学 男主觉得这样还能接受 可上课他才发现自己看不到黑板 再加上山田还喜欢乱动 他注意到山田修长的睫毛 山田也察觉到男主的目光 以为他是在看自己 男主摆口莫变 小色P借口没待课本 想和山田一起看 男主不能接受 立马从他的课桌里 找到课本拆穿了小色P的黄花 而他为了看到黑板不小心 靠在了袁的肩膀上 袁知道他看不到 愿意让他抄自己的笔记 说罢便把桌子并在了一起 不料却让山田粗意大发 课间山田也显得很烦躁 男主以为是他不想拍电影的关系 山田突然询问坐在袁旁边 他很开心吗 毕竟袁温柔又令人安心 长得还很可爱 男主大概明白原因之后不是 上课的时候他眼里只有山田 事后山田才知道 男主看不到黑板 多亏了袁找老师说明 才帮男主解决了问题 虽然对他来说很糟糕 相反男主问他 是不是因为电影有烦心事 山田露出早就等他提及的表情 以为男主对电影很感兴趣 男主以为他演的是主角 但山田饰演的是主角的女儿 还是有台词的角色 看到此刻山田开心的模样 男主弄明白了之前山田不开心 是因为没人问他演了什么角色 山田兴奋地念出代表性台词 让男主为之一了 他希望男主能陪自己好好练习 男主发现身后被人围观 提议去没人的地方 于是两人来到无人的杂物间 他害羞电影什么时候上映 最快也要后年的春天 那时候他们已经毕业 他不知道还能不能和山田 继续像现在这样相处 山田希望男主到时候能去看 男主却说会妥善安排 一度和天人一样 那时候 山田很开心台词练习到此结束 只因那样的台词 他已经无法再对男主输出 女孩拥有着极度敏感的体质 即便是好闺蜜 也不允许触碰自己的世界杯 为此还在黑板上画好 静止触碰的部位 男主挺感兴趣的 就顺便记下来了 后面老师来查岗 为了避免桌上的糖果 被发现他只能悄悄提醒 结果却意外触发致命盲区 由于小林感冒没能来学校 失去坐垫的他 只能把小萌当成替补选手 小萌感到很重叫走开也不停 于是他同样不客气地 拿女主来增进运求技术 见他适应不来 小萌就随便说了句抱歉 没料到女主这方面那么敏感 而与此同时 男主也在使用十几年来的压枪技术 他别扭的生命关系 再好也不是任何地方都能碰的 随即在黑板上画出 禁止触碰的划分图 占全身大概六成以上 此时黄毛反应过来 今天值日该擦黑板了 男主突然站起身 只是回了具游 自己来擦便走向黑板 从前面的表现来看 黄毛逐渐把他当成了男童 但他实际是想凑近 多看几眼顺便记下来 后面即将开办家长会 但在那之前 他们需要经历期中考试 若是成绩不好 肯定会吃不少苦头 为此小林和女主 抱上了金太郎这条大腿 在这期间画牢的小林 不断爆出女主的黑历史 跟女主到外面逛街 吃可丽饼能吃到脸上 然而重点在于 正常人不是用纸 就是用手擦掉 他却先用舌头试试看 能不能够到 听到这故事 男主险些忍不住笑喷 小林在见到他这番表现 突然产生了兴趣 眼看他快要贴到脸上 站有欲极强的女主 立马隔开距离 再慢一点 恐怕醋坛子都要打翻 之后小林逐渐认识到 男主还挺普通的 只是身体又控制不住的 向他靠去 当然关键时刻 女主又将他拽回身边 很快来到家长会当天 黄毛的母亲 在看到他成绩后 顿时大发雷霆 见此情形 男主有种不好的预感 估摸着距离面谈 还剩十分钟 躲在角落 偷偷确认母亲已到现场 不过仔细一瞧 身旁坐的正巧是女主 最左边年轻的太太 毫无疑问就是她母亲 当看到山田的不良习惯 她立即出言呵斥 男主亲信好在没有过去 不然自己肯定会跟着丢脸 看着时间母亲抱怨 男主怎么还不出现 听到七口中说的小金 山田怀疑她是未来的婆婆大人 但又不太敢确定 所以只能来回打量 两人相视一笑 她在介绍是男主的母亲 提前见家长 让女主激动得合不拢嘴 紧张地说到 与金太郎经常聊天 眼看儿子有出席了 母亲高兴还来不及 接着拿出包里的糖果给她吃 严谨的太太出言警告 只是心大的女主不懂她意思 以为是不能白拿便提出交换 被惹毛的太太 开始当面训斥山田 学校严禁带临时 为何总是改不了这毛病 但雅莎西的婆婆 则袒护女主 解释这不过是侯堂 应该没关系 就凭这句话 女主对她的好感瞬间拉满 没过多久 男主的也结束了 不想被人看见 跟母亲走在一起的 她加快脚步 山田从背后发现 男主便打算 悄悄给个惊喜问候 而母亲炫耀 其手中交换的糖果 直言不会的说到 对方特别漂亮 再问金太郎 是否知道那女孩是谁 当名字说出口的同时 就间接性承认 女主很漂亮 可惜男主不明白 她为何低头直接离开 直到隔天午休 接段女主夸她母亲 特别可爱 只见女主拿出 从她母亲那里换来的糖果 表示要先留着 不能那么快吃掉 随即又靠到身边 询问她平时 怎么称呼母亲的 男主稍微缓了一下 才回答是老妈 此时她找个借口 表示小林去参加函数教学 所以想代替她 希望男主教自己 而男主肯定是不会拒绝的 她解释平时脑袋不怎么聪明 经常会将好几个科目的资料 写进同一本里 可以说内容就是大杂汇 见此情形 男主又忍不住嘴角上扬 这时老师忽然从书柜后面走出来 赞扬女主近日还挺用功 山田继续卖乖微笑回忆 但男主察觉到那颗糖果没藏起来 在提醒之前 先回想禁止触碰的划分图 好在肩膀不是敏感区域能够轻拍 接着小心谨慎地凑到耳边 告知把糖藏好 可哪曾想耳朵部位更加敏感 这一刻山田激动地用出闪现 老师对眼前的景象很是猛逼 好在男主及时拿走糖果没被发现 当然他还以为干了件坏事 但不解的是刚才也没见到有花耳朵 这应该是所有胰岛素校园翻男主的通病 为了连女孩送姨妈金 她不顾大雨地跑来车站 其结果就是全身被淋湿 获得女主一堆好感度 放学后男主本觉得雨很小不用去顾虑 结果等开胃小菜过去 她就变成了落汤鸡 糟糕的是还以这副狼狈的模样碰见女主 无奈之下只好表示忘带雨衣 山田只是多看一眼就控制不住去触摸她脸颊 等反应过来再说到带了某件东西 上一秒男主以为她带的是雨衣 可怎么也没想到拿出来的是袋子 甚至满脸认真的给男主套上 还要脸的她可不想以这副样子回去 但山田智商欠费觉得男主是想在上面打两个洞 几番拉扯之下她坐到后排 想以这种方式帮男主遮风挡雨 感觉心脏会扛不住的她再次拒绝 并问出女主接下来还有工作 于是就以不想耽误工作为由推掉她的好意 只是等回到家门口男主才注意到框里放的东西 见表面放着临时本打算明天再带给女主 结果却从里面掏出一包卫生巾 联想到女主工作是要出镜的 为了不让其在众多人面前出仇 金太郎疯狂加速赶去车站 抵达车站口使她累成了一条狗 随即走出检票口从身上拿出手 趴帮男主擦拭 感受到体贴的对待她突然间就发烧了 男主刚准备解释跑过来的原因 但一想到说里面有卫生巾的话实在太尴尬 当女主自己看完之后恍然大悟 再悄悄告诉男主那不是生理其用的 男主对这方面的事情不是太了解 头一回知道还有不同用处的 以免她误会女主急忙说明是帮母亲买的 打个喷嚏之后她立即赶回家 第二天上学听到呼唤的她抬头看去 下一刻男主猛然惊醒 受到昨天长时间淋雨的影响 这回她蒸发高烧了 而她内心吐槽梦境怎么不能做得色情一点 来到客厅坐下享受久违的平静 想起的门铃声男主是打算无视调的 但外面的不明人是一直按个不停让她很恼火 随即来到屏幕前查看发现竟是女主 转眼间她着急忙慌地打开门 好在山田还没走远 只是脑袋还处在混乱阶段眼前画面有些不真实 女主解释袋子里装的是食堂发的草莓奶油 认为金太郎是个贪吃鬼便特意送我来 最后山田为昨天害她淋雨的事情道歉 望着对方挥手离去男主身体突然失控 女主同意之后她更是慌得一批 只因家人都不再就剩他们两个单独相处 难以置信女主也会进自己家做客 随即她慌张地去准备开水泡茶 等稍微冷静下来才发觉自身还穿着睡衣 担心身上有一位便回到房间换新的 她使劲翻着想换一身比较好看的 可画面逐渐模糊直到彻底失去意识 等了两分半钟水都已经烧开了 眼看男主还没下来 山田就呼唤她名字 得不到回应便只能上楼查看 这时候的男主继续嘴硬 几乎快转生了还在说没事 将男主扶到床上山田再找件衣服帮她穿 但她已陷入昏迷不受控的倾倒在山田身上 从女主脸色来看就知道绝对保数 正好四下无人她干脆就不装了 接着丢掉衣服把男主彻底搂进怀里 时间跳跃到晚上 以为是女主在抚摸的她下意识伸手抓住 由于当时突然断片记忆混乱 男主也不确定刚刚发生的究竟是梦或现实 直到看见从客厅拿来的草莓奶油 才敢确定女主来过 打开对方留下的一封信 时间来到第二天 等男主退烧后 母亲说起回家路上碰到了山田 刚开始女主在家门口来回打转 望着男主的房间她不好意思进去 注意到刚下班的未来婆婆她兴奋地冲到面前 互相聊了几句后 山田羞涩地询问男主状况 上学时女主特意蹲守在校门口堵她 听到山田说话声音有些沙哑 但她不认为是被男主传染的 硬要说喉咙不舒服而已 之后听男主说那时的记忆模糊 不确定她有来过 不清楚那到底是不是梦 然而她激动地凑到身边表示可以帮忙解冒 女主遇到一件非常头疼的事情 指引每天总会被一个恶心的渣男纠缠 为了彻底摆脱对方 她索性便宜男主 直接当着渣男的面要给她奖励 这一刻黄毛疏得一败涂地 当然女主要是再多靠近一点的话 就要融化了 今天女主饱含笑意地问她是否有在玩微信 听到此话她感觉像被小看了 就算身边没朋友 至少也会和家人发信息 女主稍微沉默一下正在制定计划 再给她看字认为非常搞笑的表情报 于是借这个契机询问是否要给男主发一份 可惜她不明白女主的目的是护家好友 最后委婉地表示不用 不肯罢休的山田故意说起班级似乎没有见群聊 就算以前篮球社也是有的 接着又问男主他们的情报处理社有没有 然而金太郎对此根本不了解 只觉得就算有群聊也不会拉自己进去 毕竟受人排挤的心情也只有他能懂 当然这回女主的计划是进入他所在的群 到时护家好友就非常方便 只是再次以失败告终 下课后小萌向他们发牢骚 想在圣诞节之前找个男朋友一起过 他也清楚光说不做是不会有成果的 所以打算跟全班男生互加好友 听到他这番话山田豁然开朗 其他人都不理解女主思想为何突发转变 一想到女主会被卷入超级避持计划 金太郎头疼的都快喘不上气 结果谁能料到山田却来到他面前坐下 紧接着抢在女主前头向金太郎发出邀请 眼睁睁看着他们互加好友女主心急如焚 甚至在发现男主头像是雷姆老婆 他还来了兴趣 得知他欧尼将也是个阿宅 所以对二次元方面同样有所了解 找到共同话题的男主意识有些兴奋 但向后看去山田却黑着一张脸散发恐怖的杀气 醋坛子打翻的他内心满是憎恨跟嫉妒 而小萌走到面前让他去攻略高等级的 在班里段位比较高的也就是足球射王牌的时事 而女主表明和对方其实住同一所公寓 此时男主颤抖的动作被他看在眼里 接着又补上一句双方父母关系很好 偶尔碰见的时候也会聊天 这几句话就是故意刺激男主的 不过在小萌的一番鼓舞下 他只能硬着头皮去跟对方搭话 金太郎着急的心脏都快从嗓子眼跳出来 金太郎突发疾病般的叫声成功打断施法 等回过神来他也要面对大型射死现场 见到这般举动女主很是高兴 只是作为工具人的小事同学一脸猛逼 由于他从来没跟别人交过好友 现在才终于明白 在图书馆的那一刻自己应该回答有完吧 于是他做好准备 只要女主再来问的话 自己一定不会再措施良机 回顾女主推荐的那本少女漫画 只因里面的人设有点扯淡 让他提不起兴趣 男主性格冰冷待人态度又不怎么客气 实际内心却非常温柔 总会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不太聪明的同时又显得特别可爱 稍加思索了一下金太郎认定 世界上不存在这种人 总的来说他完全没意识到说的就是自己 里面的主人公表示总在面前晃来晃去的 难道是喜欢自己 而防御力极低的女主总会瞬间了 如此老套的工业唐金剧情金太郎也提前猜到 就是感觉有些不对劲 再把平时和山田相处的每个过程回忆一遍 意外发现相似度竟然高达90% 为了不胡思乱想 他最终只看了三页内容 隔天死皮赖脸的学长又来搭讪 表示买了某款游戏的续作并邀请他来自家玩 只是无论他再怎么找借口也全都会被小林挡下 但要说更离谱的是他女朋友就站在背后 很明显他就是个想开后宫的渣男 不过这种形式小蒙已经见怪不怪了 此时他又把目标对准小林 虚伪的说道其实是想邀请他来做客的 几句花言巧语之后 他轻松被蒙蔽了双眼 临走之前渣男希望最好能两个人一起来 表示人多比较开心 完全被蒙在鼓里的他还想劝女主一起 然而情商高的山田不想直接戳破他被骗的事实 想要说那人的坏话却难以开口 加上兴奋过头的他也根本听不进去 感到无力的女主只好放弃 恐怕只有让他尝到教训才知道后悔 等到中午山田在图书馆里偷偷哭泣 见到这幕的男主再次动起杀心 迟早要暗杀掉人渣学长 当男主走进来时他立马换上一副笑脸 询问有没有玩游戏 对此他表示有在玩任地狱 不过也是最近才凑够钱买到的 回忆启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哪个小学生不想玩任地狱的 可当时并不中二的他给游戏打了差别 在电气城玩过操作手感一般般 反正是面对轻度玩家的畸形 当时把天撩死的他现在想想都觉得尴尬 而女主向他说明父亲特喜欢玩游戏 家里放着各种各样的游戏机 监工对刚才男朋友的事情向他道歉 接着故作轻力地说到那家伙有点太强势了 用这种方式向女主传达他们关系不简单 黑长直猜测以山田这样的美女肯定有男朋友 而他直接回答没有 可两人继续追根究底地否定他说的话 看着就站在身后的男主他越发激动 为了不被误会便再次大声回应真没有 金太郎搞不懂他为何要向自己说明 然而别人的女朋友却已经看出了其中猫腻 接着拉上好闺蜜离开不打扰他们发展 当准备告知女主别总是跟自己靠得那么紧 内心怕被别人把他们当做是情侣 忽然察觉到那女人带着男朋友过来 金太郎打算躲到书柜后面 可紧接着却被同样看到的他一把拽住 以最大限度地贴近男主脸颊 望着眼前画面的学长目瞪口袋 他故意装出很亲密的举动给对方看 直到他们走远女主也慌忙与金太郎拉开距离 望着他匆忙离去的背影男主还是一脸猛闭 刚要回到教室就听见闺蜜在纠正小林的思想 学长是为了约女主出去才专门哄她的 而且对方特别扎经常利用别人 下一刻他强装镇定倔强地说道是故意答应的 其实早就看穿学长在想什么了 不过等放学后惭愧的他想找机会跟女主道歉 只是正在赌气阶段的山田装作听不见 于是两人不出意外的和好了 躲在不远处的金太郎却意外撞见学长 彼此对视几秒后对方便直接扭头离开 而男主终究还是太善良 居然为露出那种表情的学长感到同情 直到晚上金太郎对整件事有了些许眉目 女主并非对自己有好感才接近她 而是利用她捏造出假象摆脱学长的追求 所以从头到尾都只有男主傻傻地在自作多情 心灵在经过自我伤害后 她又恢复了出场设置 即便看到山田也摆出冷漠的表情不想去理会 男主下定决心不再跟她有任何来往 所以近期就连图书馆都不去了 直到放学他们两个也没交流过一句话 被金太郎刻意疏远的他感到焦急 想追上去问个究竟 但男主立刻加快脚步啥也不想听 在一番你追我赶后 男主还是跑不过一双大长腿 注意到有人下楼时他立即退后 并猜测难道是因为自己靠得太近所以才生气 而他为难的说到不是那样 接着转身就总没有过多的交流 但此时女主传来抽气声 一边泪如雨下的同事还向男主道歉 金太郎原以为他是被自己伤到自尊心 可当看到手里拿的纸巾 便是前几集自己特意放在图书馆的 这时男主终于幡然醒悟 山田绝不是那种会欺骗他人感情的人 随即回头帮他捡起丢在地上用过的纸巾 这一刻男主突然间就顿悟了 就像小时候明明很喜欢某款游戏机 然而家里条件有些买不起 懂事的他就会口是心非的说到不怎么有趣 现在同样也是 卑微的他感觉配不上女主 为此才要找一个讨厌女主的理由 在编造处真的有事要办 所以没空去图书馆的借口来安抚他 山田解释这是朋友之间和好的拥抱 又以为男主不喜欢亲力接触就连忙收了回来 但这回男主突然上到了 接着抓住双手表明不讨厌 一发直求让女主有些猝不及防 之后他将刚才的拥抱继续下去 回家路上女主一直单方面跟他说个不停 先是谈起男主根本就不感兴趣的那套 又表示快放寒假了想知道他会去哪里玩 得知男主要回秋田老家过节 山田便拿出手机查找在那之前有什么特殊节日 下一刻手指停留在24号 此刻男主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再从包里拿出看完的漫画还给他 回应山田的提问 等到23号放寒假的前一天 小萌还是没能交到男朋友一起过圣诞节 而心机颇多的山田又给男主下套 故意不小心地表示忘记给他带漫画 就算明天放假也没关系 想跟男主约个地方见面再把漫画交给他 早已看透一切的好闺蜜 为了不打扰他们就先回家 在他不断劝说之下 男主只好答应下来 但却不明白山田为何要做到这份上 这时他顺理成章地拿出手机要互加好友 表示后面再给男主发时间地点 这一刻两人都非常激动 让那么大一个弯子可算是家上了 女孩在平安夜这天将男主骗出来约会 然而迟钝的他却把这当成普通的逛街 并且不想被别人误会成情侣关系 可当在是穿衣服时老姐正好进入店内 为了不被发现 他就跟女主躲进同一件更衣室 结果后被拉链没拉上成功伤害到男主眼睛 隔天男主来到约好的色谷跟山田碰头 只是搞不懂哪本漫画而已 为何要跑到这么远 不过他还是挺期待的 所以提前半个小时抵达 忽然察觉背后有个熟悉的身影 回头看去谁敢想象这竟然是个初中生 这一刻男主呼吸急促 再加上这身打扮说不是变态跟踪狂都没人信 因为风格差异还是有点大的 为了避免认错人就来回确认 直到他拿出一块炸薯饼才敢确定是本人 随即你一般的在身边打转引起注意 一开始女主没认出来还真以为是个跟踪狂 不过男主也没意识到自身装扮的独特之处 为了给男主留下好印象 他立即吞下食物 并拿出口红补个妆 当男主提起漫画的时候 他故意岔开话题表示附近有个地方很有趣 接着发出邀请拉上男主一起 没过多久 周围成双成对的情侣让他想起今天是平安夜 但油言不尽的他认定只是偶然 山田肯定也没发现这回事 为了不被人误会是情侣就稍微拉开距离 而再看到静面的自己后终于反应过来 就这装扮怪不得刚才女主会摆出那种表情 见他脱下口罩山田略显惊讶 这时女主又开始了高端操作 把装有漫画的袋子递到她面前 结果却表示一人拉一边才不会走散 虽然目的是隔空握手 不过这画面像极了母亲带儿子逛街 而对比了身后正在撒狗粮的情侣 他突然心头一解 看他竟然不配合山田索性来一发肉蛋冲击 很快男主跟着他来到推荐的那家甜品店 介绍到里面的烤薄饼还上过国王的餐桌 这一刻金太郎有种不好的预感 这么下去似乎跟约会没什么区别 但又难以拒绝只能跟着一起排队 此时他提起为何初次约会不能去主题公园 毫无经验的男主当然不懂 于是他得意的讲解排队时间很长 觉得尴尬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之间关系 尽管女主的发言破绽百出 但只可惜金太郎过于迟钝还不明白其中意思 忽然想起男性站在楼梯下方会给人印象更好 当准备上前时却被山田一把拦住 做这种事的时候还得考虑一下身高问题 要不然女主都看不到他脸 这时他一直盯着女主的发型 很好奇到底是怎么弄的 而这都得归功于他心灵手巧的母亲 再听到男主对母亲的认知是很严肃的类型 女主解释他在家里特别宠溺自己 气叫起来的山田就连老妈的醋都吃 而见他赌气的表现男主以为说话让其感到恶心 直到坐下后看着琳琅满目的菜单心情瞬间好转 不过价格对一个普通初中生来说不怎么友好 听男主只要一杯咖啡时他有些惭愧 金太郎硬着头皮表示没关系 但很快无知的他在点单事过于紧张 说话太小声还得靠女主帮他传达 免得他尴尬女主就聊起穿衣风格 看出金太郎很喜欢穿黑色 当然他休闲服也只有黑的 为了表达跟男主有共通点 山田便特意说到自己也很喜欢黑色 只不过今天例外而已 可男主并不那么认为 即使喜欢黑色也得看懂不懂得穿搭 相比其他人男主这身装扮就像是搞笑的 哪曾想女主听完他的发言之后顿时来了兴趣 表示造型设计师也说过类似的专业话语 男主突然给整不会了 一想到在专业模特面前秀才艺就感到丢脸 结合前面的表现 更是觉得女主对自己的好感度荡然无存 接着又进入自卑阶段开始怀疑人生 就不应该恬不知识地跟着女主来到这里 两分半钟后女主的顶配烤薄饼端上桌 见他脸上洋溢着纯真笑容金太郎不禁有些入泥 在三目相对的一瞬间他尴尬地低下头 女主拿出手机让他帮忙拍摄 而他自然会以为是要发到社交软件上 等他将一整块塞进嘴里男主建议 拍成视频或许会更好一点 山田想都没想就直接同意下来 并按照同样的流程再次上演他的樱桃小嘴 两口干完后他开始检查拍摄成果 男主担心发出去会有损他形象就先知一声 结果万万没想到他表明 才不发到社交平台上 只因拍的这些都是要给金太郎的 看着他传过来的视频男主激动不已 出现这种反应时山田也就放心下来 只不过他一直盯着屏幕让女主感到莫名的烦躁 接着大胆的伸手抬起下巴 好家伙 这狠起来连自己的醋都吃 后面金太郎逐渐被他带偏 吃完甜品又被带着去逛服装店 主要是刚才女主已有工作为由负责买单 对于接下来提出的要求他更不好拒绝 此时女主想知道哪一件裙子比较可爱 在一番撒娇之后 他硬着头皮指向深红色的那件 山田的期待直瞬间拉满 以为是觉得可爱才选的 但他却回了一句色彩搭配比较沉稳 很快女主带着两件到更衣间里试穿 站在外面的他妄想症发作 而不好的画面我就独自承受了 当女主拉开帘子展示新皮肤时 他早已跑到店门口 恼羞成怒的山田将他叫回来 要求无论如何都必须待在身边 每当压不住巴雷特时 总会习惯性回想家人 那股奇妙的冲动就会得到缓解 然而根本料不到老姐会跟着闺蜜出现在商场 并且还走进店里挑衣服 这要是被发现跳进黄河里都洗不清 男主慌忙解释后面站的是老姐 见到未来姐姐大人山田很想去打个招呼 情急之下男主只好说到不是现在 之后老姐挑了件短裙试穿 由于金太郎说的那句话 女主也配合的将他带进更衣室躲避 但没过多久女主表现得很反常 原来是够不到后背的拉链 怪不得一直凉嗖嗖的 以防被姐姐大人听到 他凑到耳边询问刚刚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要到何时才能跟姐姐大人相互认识一下 男主脑中的CPU差点运行不过来 最终约好过段时间再安排他们正式见面 听山田表示还没打算买这件衣服的 男主硬着头皮回了一句很适合他 文言他立刻决定下来要去前台结账 直到夜幕降临男主还在被他牵着走 意识到有些任性的他对金太郎说声抱歉 总是不顾男主的感受拉着去自己想去的地方 金太郎不想看到他自责的表情 随即说明自身也不是不会拒绝别人 而且内心的想法大部分情况下会实话实说 最后表明今天过得非常开心 独白过后他不仅觉得有些恶心 然而山田却从包里拿出围巾帮其缠上 他很了解男主想表达的意思以及真实性 为此他感到很高兴 另外这条围巾并不是全新的 早上由于太热就脱下来 在缠上围巾后他也无法低头看地面 如此一来就只能全程抬头看女主 望着璀璨夺目的装饰男主表示第一次看到 坐地铁时他终于把浪化全交给男主来拿 手汗过多的缘故导致提手都是湿的 遇到高峰七刚挤进车厢内就险些被人群冲散 此时从缝隙中伸出一只手抓住他 金太郎也不敢确认是不是女主的 担心握住的话会被当成吃汗举报 不过他很快联想到细节 那便是女主手汗很多 接着反过来与山田完成牵手 等走出车站两人还保持着刚才的状态 回家途中彼此之间半字不提 有的只是青涩又难为情的眼神交流 甚至不想太早分开而有意放慢脚步 当准备提前说新年快乐时 山田立即用手指抵住 还有六天时间才过年 他要等到当天听男主亲口说 分别时男主提醒别再撞电线杆上 直到山田从视野中消失 金太郎还是依依不舍地盯着路口 结果他从电线杆后面冒出来给男主个惊喜 距离回老家过年还剩下一天 每当回想平安夜那天的约会 他总会躁动不安 开始后悔没能再大胆一些 刚准备爬起来收拾东西 却意外觉醒替身 男主猛然一惊 只因面前的人就是漫画里的主角 替身让他回想前天发生的事情 并非那些杀必死的场景 而是在进入更衣室前 跟山田做过的约定 接着开导其实他和女主之间是存在可能性的 当然男主一开始就意识到了 毕竟牵手的时候对方也没拒绝 只是女主平时与闺蜜相处距离特别近 担心自己不过是被当成普通朋友而已 这一番猜想都把替身整不会了 于是建议金太郎多锻炼一下男子气概 首先是改变矮小的身材 女主发消息跟他说声晚安 顺便再发张盛干装扮的自拍照 而男主有些不解 明明躁动不安的原因来自山田 可只要感觉他在身边烦恼全都会烟消云散 女孩第一次尝试开王者峡谷和男主聊天 可他反倒觉得很偷疼 只因早上不小心把黄金右手摔伤 现在只剩左手不怎么习惯 当即将进入状态时 睡在旁边的老姐还搞突袭 这天男主一家照常回到老家过年 而都快大结局了父亲才总算有落脸的机会 在奶奶夸他长得那么高的时候 这身高对比却显得很扎心 来到房间姐姐立即铺好床单和被子 和去年相同 他们接下来要睡在一起 然而男主现在毕竟也不是单身狗了 就怕跟女主聊天发消息的时候会被发现 看着山田发过来的美食照片 他想起前几天对方有说过 从出生到现在都没机会见到雪景 所以很羡慕能去秋田的金太郎 为此他答应会发几张雪景照给女主 感觉老家周围的景象不怎么美观 随即便穿好装备来到小树林取景 但其实跟女主视频通话效果会更好 只是他并没想到也不敢那么做 当准备爬上高一点的地方 可脚下的血不扎实 突然整个人失去重心直接摔下去 老姐顺着地上残留的印记一路跟上来 等走到山崖边时只见到男主的手机 还要面子的他打死都不承认是摔了一跤 在男主用手接触雪地的瞬间 一阵剧痛猛然袭来 最终男主只能去一趟骨科进行简单的处理 关于去那里的理由他表示自身有点亢奋 只是这些话根本就糊弄不了他们 而直到吃晚饭姐姐就可以理所应当地给他投喂 夜晚等到姐姐入睡 男主再把负伤罩发给山田 当自己认为这很搞笑时 不到两秒半的功夫 山田立即开启视频通话 结果再见到他的王者侠谷 男主一瞬间就进入作战状态 但问题是当前家人就在身边不方便用巴雷克 聊了几句后 男主只告诉他是鼓劣 不说明事发原因是不想让他内疚 反应过来的女主立即关闭侠谷 一听金太郎打算明天直接返回 女主表面担心 实际内心高兴地飞起 看到姐姐大人的女主礼貌地问候了一句 以防暴露太多男主立刻结束通话 并解释到那只是同班同学 而姐姐还猜想对方是一名女主播 主要长得太可爱完全不像普通人 金太郎认为有几个异性朋友很正常 结果姐姐立刻否定 只因他活了十几年就没交过一个男性朋友 男主慌忙道歉说话也变得语无伦次 就怕姐姐下一刻会缠着身边问东问西 不过这回他却反常地没在追究 只提醒男主早点睡便钻回被窝里 由于突然被挂断女主那边还在抱怨 并希望男主能让自己跟姐姐大人聊一下 最后硬着头皮解释 刚才只跟老姐说过他们之间目前只是朋友 能看到金太郎承认之间是朋友关系 这句话足以让女主开心一整年 等老姐完全入睡后正式进入主题 来到走廊上跟山田通话 而对方让男主先喝一口水 女主那边也保持同样的步骤 下一步再看向窗外的景色 眼前四面环山月亮高高挂起 但一听女主那边见不到月亮 金太郎直接拍张照片发送过去 疑惑的问道做这些有什么含义 山田继续装傻片不告诉他 手里还拿着那本少女漫 其中主角表示希望有他在身边 最后再让男主将左手空出来放头上 从上往下来回抚摸三遍 而女主也悄悄对着泰迪熊进行同样的操作 结束后再说明这是有助于安眠的魔法 直到挂断电话男主始终搞不清 所以然就像被洗脑一般任由对方操控 出发之前姐弟两人到附近商店买点当地特产 想到女主还挺喜欢狗的 男主不出意外地摆着一张臭脸 不到两秒半却同意下来 这反而让老姐感到惊讶 男主内心则在找借口买土特产送朋友很正常 回家路上老姐的言语之中 竟显着对金太郎的关心 害怕他不了解女人会上当受骗 男主明白他内心的担忧 前面自己也同样试着逃避过 越是高级且得不到的东西就该尽早放弃 可与山田相处的这段时间让男主了解到 彼此之间都是报以真心的 就连目前也还在互发信息聊天 老姐继续追问对方的名字 得知是山田 他顿时想起上次生病时来探望过的人 此刻他心情发生大转变 由于信上的字写得太丑 老姐先前以为是个男的 意识到女主是真单纯也就不再戒备 刚回到家的第二天 男主就提着袋子准备出门 以防老姐跟上了坏了好事 金太郎便只有说到去还书而已 按照约定好的现在要去往公园碰头 顺便再把平安夜那天围巾以及挂石交给女主 正当看着手里的秋天犬 可突然却冒出一只火的 抬头一瞧原来是女主在遛狗 他摆着一副老奸巨滑的样子解释 担心男主手受伤 没法骑自行车过来 怕带的东西太多就赶过来减少路程 望着浑身冒热气的山田 他脑海中浮现一种奇妙的感觉 时隔五天两人再见便寒暄了几句 找个长椅坐下女主 对狗子发号施令表演才艺 男主却在思考怎么自然的把挂石交到他手里 由于自我意识太强烈导致越想越头疼 转眼间女主买了瓶饮料递到面前 感觉手不方便就提前帮他拧开 至于有没有动过嘴就不知道了 这时山田让他试着对狗子发命令 怀着激动的心情就让狗子简单的转个圈 结果狗子没动 女主的动作反倒很激烈 当喊到坐下他还是没反应 而山田不出意外的代替他完成 最后说到伸手时明显已经听懂人话了 或许汪太郎不是人 但女主是真的狗 就因为他的主动两人又再次牵手成功 当金太郎要掏出围巾还给他时 不愿松手的他抢在前面翻找出来 奖励完一波后山田羞涩的表明 其实围巾是送给男主的圣诞节礼物 只怕男主嫌弃所以就不好意思开口 随着心情越发微妙女主手握的越紧 受到他的勇气带动 金太郎可算是从口袋里拿出挂石送给他 男主表示更要感谢他 谁也没想到一条毛巾在五天后还能带来第二波惊喜 回家途中女主开始打探他会不会去新年参拜 男主以为是全家一起的就随便应了聚会的 听到的瞬间他兴奋的感叹太好了 让男主回去之后发时间地点给他 除夕夜当晚女主给他发来一张与闺蜜合宿的照片 男主果断点击保存 刚准备发信息询问怎么不见小萌 可有感觉这做法太恶心就没继续下去 正准备买点东西回去跨年时 跟女朋友打完招呼男主便被强行拉着去聊天 也没想到小萌会跟他们在一起 狗改不了吃翔的他再次提起女主的事情 想知道男主有没有对方的联系方式 惊慌之下男主说到之间都是用心电感应交流的 当然这话也只有250才会信 眼看对面的壁尺准备插话 小萌索性用高跟鞋发动攻击 再摆出一脸见兮兮的表情道歉 结果就在这时女主发消息让他不能睡着 恶心的黄毛窥探到谎言的气息 接着装作一副很伤心的样子持续刁难他 再把女朋友制开 小萌看出了黄毛的目的 于是也找个借口先去那边一趟 直到两人都走后 黄毛坐到对面开始对男主威逼利诱 只要乖乖交出联系方式 今后就不会找他麻烦 回想起女主笑容灿烂的画面 金太郎果断回绝 在角落监听的小萌确认完男主心意后及时登场 表示现在要回家了 但走夜路太恐怖需要个护花使者 从没想过有一天会被曾讨厌的人拯救 使得对小萌的好感度迅速攀升 小萌不建议他继续撒谎 只因演技和逻辑思维实在太差劲 还不如实话实说比较能让对方死心 男主正准备口是心非的表示和山田只是个误会 看穿一切的小萌直接与他牵手 就这果断抽开的速度 再跟女主牵手是可未曾见过 于是男主只好表明自己大概喜欢山田 结果听到这话他满脸无趣 小萌告知在很久之前就知道男主心色 主要是他的表情管理太差劲 在亲口说出喜欢两个字后 他内心有股奇妙的感觉在涌动 接着难为情的向小萌道谢 见他还想说下去 小萌干脆发出邀请去楼上坐坐 玩不过高端玩家的男主只能扭头离开 忽然间特别想听到女主的声音 于是直接打电话唤醒在睡觉的山田 因为这回是金太郎主动打过来的 女主比平时要更高兴 而另一头在挣扎过后 他最终只能说出新年快乐 很快小萌进入房间的声音让男主听到 男主庆幸刚才没有上去 不然被女主瞧见跟小萌在一起 就算她跳进黄河里也洗不清 我心里危险的东西迎来了大结局 老姐化身最强辅助 直接把未来弟媳带到家中 本来还担心白银段位的男主会跟不上节奏 可让姐姐没想到的是 才不到两秒半男主就突然长大了 不久后男主一家都来新年参拜 成为时间管理大师的 她已经跟山田约好 半个小时后在这里碰面 主要就是为了避免跟家人撞上 然而她终究低估了山田的期待 望着不远处等待的女主 她内心乱成一团 而且麻烦的老姐还从母亲口中得知了对方 老姐感到很奇怪 并问金太郎对方是否有男朋友 只因穿着打扮的时尚潮流 时不时用镜子调整外观 甚至还练习微笑 很明显就是在等待中意的人 老姐也不懂女主对金太郎是否有想法 但还是怂恿她去跟对方搭话 只是男主早已猜透她的阴谋 肯定是想借此偷偷躲在角落当吃瓜群众 很快姐弟两人的举动被山田捕捉到 她深吸一口气做好心理准备 没等男主反应过来 便直接走到旁边跟未来婆婆问好 为了留下好印象她特意表现的温文尔雅 紧接着老姐在面对她时段位 瞬间从薄金调到青铜 很快她便与母亲打成一片 再加入队伍一起去参拜 山田找机会碰男主一下 并轻声地抱怨她在玩时间管理 察觉到视线的山田与姐姐对视 然而这痴汉笑容使得金太郎更尴尬 转眼间大多数人都已闭上眼睛虔诚的祈愿 女主看到她只有一只手无法做出标准动作 紧接着又主动出击与男主完成合体 如此一来愿望才有更大的几率实现 而这波狗粮就连天上的神明都有被酸到 后面得知男主愿望是日常生活能和以前一样平稳 山田显然就不怎么乐意 好歹也得求一下之间关系的发展 分开前她礼貌的巨功 并且未打扰到他们而道歉 老姐看着她微笑着挥手送蝶 顿时一拳打到男主身上 感慨对方真的是太成熟了 就连患有射牛症的她都不免紧张起来 男主回想今天的山田的确像变了个人 当准备要脱离队伍时 老姐却抢在前头表示他们有事要办 接着扭头带领男主回去找山田 没过多久男主发现熟悉的背影 结果分开不到两分半钟 他就直接献出原形 看穿一切的老姐给男主来了一波神助攻 就算被男主怀疑时他也继续装傻 是故意不小心发出邀请的 下一刻金太郎注意到他别在腰间的挂室 由于老姐也买过同款 担心被误会便匆忙上手想要摘掉 没付过费用的老姐以为能直接看到奇妙景象 随即追问金太郎难道他们成长过 这时老姐已经看到了那件东西 不过话题一转又聊起他作为初中生的身份 望着巨大的欧派不免有些自卑 没过多久他端来加热过的年糕汤招待山田 这般可爱的吃相让两人陶醉其中 姐姐只是多看了一眼就不禁夸出口 姐姐很想知道朋友之间都是怎么称呼她的 女主感觉大多数人都叫姓氏山田 紧接着老姐故意问金太郎是怎么叫的 男主随口回了句就叫名字 可没想到山田产生了兴趣想听他亲口说出来 处在左右为难的他选择推开老姐 总之女主要靠多镜都没关系 按照常规套路老姐不出所料的拿出相册 他真名叫香菜从小戴眼镜扎着双马尾 快要轮到金太郎时女主已经迫不及待 除了发型之外几乎没什么变化 不过却感觉表情有点赚 姐姐还介绍他曾经是文艺部的部长 他感到很疑惑 怎么没有野外露营的内容 而男主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表现得很抗拒 脸上挣扎的表情都被女主看在眼里 此时姐姐假装要和朋友聚会先离开一下 临走之前还有美食诱惑山田留下来 忽然注意到旁边有个秋田犬挂室 未能确定是谁的便上前观察 这时他才终于明白老姐的良苦用心 甚至为了男主卑微的感谢山田能与他交朋友 表明自己很高兴 偷听到此话金太郎心中涌现一股暖流 当女主回到客厅时来不及反应的 她被抓个线性 激动地追问她送的是不是情侣款 男主临近破房的边缘一时也回答不上来 这或许就是你想要的顶级做梦素材 这简直可以说是今年的史诗集科幻大片 而就在两分半钟之前 吃完年糕的山田主动刷碗 可现在问题是房子里就剩他们两个 金太郎打算拿着毕业相册回房间 与他保持距离 可万万没想到他居然跟了进来 相册刚放回去他又拿到手里 甚至毫无戒备地坐到男主床上 他表明其实在小林的小学相册里就见过男主 然而此时他根本听不进去 还在担心垃圾桶里有作案证据 发现是空的才总算放心下来 在女主的引导下他硬着头皮坐到身旁 了解到照片中的两人都是男主的好基友 那段期间经常聚在一起玩 只是后来他们都上了私立学校 此时女主内心想法大概是 他没能跟好基友上同一所学校才变得自闭 很快山田被一整排的奖杯吸引 从作文到海报绘画都拿过金奖 看来男主本身还是一块被埋没的黄金 此时女主发现放在旁边的猎奇小说 望着他已经将小说拿在手中 男主万念俱灰心想肯定会被嫌弃 男主是万万没想到他反应会如此截然不同 不经意间还躺到床上提问 能否读懂自己心里在想些什么 男主差点压不住巴雷特 下一刻他摸索到边缘似乎有几本书 想到那是有关女主的杂志 金太郎直接放弃思考 一巴掌呼过去山田也是猝不及防 这时候男主脑子里完全没有成长的想法 但女主在停顿片刻后才反应过来 抵制住内心的欲望将金太郎推开 为看了不该看的东西而道歉 男主则认为已经被彻底讨厌 可不曾想他还在兴奋地偷拍相册 听到这话男主觉得后面有机会去他家里 当然也有可能是痴心妄想 画面来到小学毕业那时的男主 学习能力优异的他居然没能考上私立学校 没能跟好基友待在一起使他变得郁闷 尽管刚入学那天有人主动向他搭话 可看到手里那本猎奇小说是纷纷退避三射 长久被孤立的他性格也发生扭曲 惊醒后他渐渐意识到今天是新学期第一天 但出发之前他还是放不下猎奇小说 替身劝他长点记性 明知道会因这东西而被疏远 却还带着 在手臂痊愈之前母亲将开车接送他上下学 老姐还发现他心情似乎变得很好 刚下车就发现女主在后面伺机而动 又突然冒出来给他的卡哇伊的惊喜 姐姐委托他多照顾一下金太郎 女主保证用献出心脏般的决心来呵护他 很快他追上男主的步伐对其上下打量 不理解男主怎么没把挂石别在显眼的地方 而他找个借口表示手不怎么方便 结果山田来一波强人锁男硬是要帮忙 挣扎过后犬次郎被挂在了领口 只是担心吃饭的时候容易弄脏 男主不由地阐述起来 刚上初一那时并不是很想来学校 就连野外露营都是撒谎请假没去的 然而现在对学校却不怎么反感 甚至可以说得上有点期待 而讲这么一堆话就是希望有个人能了解自己 女主并不想接下拯救他的这份功劳 认为男主能做出改变全靠自身勇气和努力 否则也做不到跟女主聊这些 忽然书包没拿闻小说掉落一地 可他不知道的是 金太郎能支撑到现在全靠自我洗脑和执迷不悟 找个逃避现实的借口会让心情变得轻松许多 不过现在已经没必要躲在阴影底下 因为女主会带着他去沐浴温暖的阳光 被救赎后两人匆忙跑去教室 中途却被赖床刚到学校的小萌撞见 看着男主不寻常的举动 以及彼此表情变化他感觉不对劲 下一秒直截了当的追问难道成长过了 男主做贼心虚变得更加慌乱 再说下去就算假的都会被当成真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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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